OK,那下一個測試就是我們在 好,那下一個測試我們就是把我們硬碟正可能的 好,下一個測試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硬碟幾乎塞滿 然後我們來看看我們到底硬碟的速度 下一個測試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硬碟幾乎塞滿 然後留一小小的空間 就是我們來看看我們到底我們的硬碟 如果容量快滿的話它的速度會不會明顯的下降 因為有些硬碟固態硬碟就是會可能傳個二分之一 然後它的速度就會明顯下降 那是不同的 Jesus 好,下一個測試我們就要來看看 好,下一個測試我 好,下一個測試我儘可能把我們的R 下一個測試我們儘可能把我們的固態硬碟塞滿 然後留一小小空間來傳檔案 這就是來測試說如果我們的檔案如果已經幾乎塞滿了 我們的速度到底會不會掉下來 因為我們不希望如果你傳到快滿了 然後速度就整個大跳樓 我們希望我們的速度會一直維持 盡可能的就是到最後的1MAY 我們的速度可以維持一樣的速度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到底速度會不會掉下來勒 可以看一下